为新建校舍营造优质阅读环境 苗栗县西湖国小特别规划社区共读站 并以西湖西的旧名称命名叫打哪八书房 希望拥有百年历史的西湖国小学生 能够秉持客家人勤更语读的好学精神 而这也是苗栗县第30亿间的社区共读站 请接牌 西湖国小社区共读站启用 在全校师生贵宾社区民众共同竞争之下 欢喜揭牌 同学们也特别秀出客家歌舞才艺 藉此感谢县政府的益助 为学校新建校舍增添社区共读站打哪八书房 西湖西有个美丽的名字叫打哪八西 所以我们以西湖社区共读站 以打哪八西为命名 希望传承西湖的美 西湖的产业经济 西湖的母亲之河 也希望承载着西湖百年书香的人文风采 所以打哪八共读站 首先校长要代表 代表所有的亲师生们 还有社区们感谢县长 县政府补助两栋校舍 从前经费之外 更和教育部共同额外补助 280万元 新增设打哪八书房 这也是县长需要昌论内 所完成的第31间社区共读站 今天正值秋收冬后的一个季节礼 也是苗栗县第31间社区共读站 最后压轴的西湖打哪八书房 启用典礼 象征着苗栗县学习 学习型城市的成型 以西湖社母亲和打哪八命名的共读站 设计柴核色调 香味特色柚子的绿叶作为意象 营造温馨自在的阅读环境 获得县政府补助将近40万元 充实图书 而分享好书 也鼓励社区居民善加利用